2023印尼最新驱魔恐怖大骗 获德拉特惊讽来袭 男孩惨遭恶灵父体受死打发 父亲健壮赶紧念诵驱魔咒语 男人名叫詹姆斯 是一个救死扶上的无意 因常年与恶魔斗争 所以遭到了对方的报复 导致现在家破人亡 而自死后 詹姆斯却被荡成杀人凶手 关进了监狱 不过他并没有自甘堕落 反而在监狱中潜心修炼学术 同时恶魔也开始了斩草除根的计划 附身在医民狱警身上 企图将詹姆斯活活掉 幸好又及时喊来狱警帮忙 詹姆斯才逃过一劫 没想到他却因祸得福被提前释放 出狱后詹姆斯刚回到老家 就在村口遇到一场驱魔仪式 他本想上前帮忙 但想到儿子那场事件后 果断选择了放弃 木屋里女孩被恶魔附身 情况越来越糟 家人用巨型枷锁将其镇压 但还是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所有人被吓得目瞪口呆 原来从詹姆斯入狱后 村里的怪事就不断发生 先是庄稼地莫名枯萎 紧接着村民就接二连散的重鞋 加上这个女孩 已经有十多人死于非命 如今师傅已经病入膏肓 全靠小帅支撑着整个学院 里边花姐忧心忡忡地跑回家 看到惨死的女孩她害怕不已 生怕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家中 恕不知恶魔早就盯上了他们 晚饭过后小黑房间里传来意见 花姐一脸惊慌地上前查看 发现她正对着衣柜自言自语 花姐听后瞬间亚马呆住 因为丈夫早在三年前重谢而死 看来这肯定是恶魔在作怪 花姐担心小黑也沾染上邪随 第二天一早便将柜子丢进了仓库 可小黑得知此事后却大发雷霆 她坚信和自己对话的就是父亲 晚上便独自来到仓库的衣柜前 花姐试图用父亲死亡的事实将她唤醒 结果却把小黑彻底激怒 花姐被吓得胆颤心惊 紧急时刻一把抓住对方的手 但她远远不是恶魔的对手 很快就因体力不知被恶魔扎伤 花姐用力逃脱后封锁了大门 叮嘱女儿千万不要让小黑出来 然后来到去魔师家寻求帮忙 可小帅并不在家 只好求助于詹姆斯 小美这边被恶魔煽情的演技成功欺骗 果断砸开了大门 可进入仓库后里面却空无一人 这时角落的衣柜里传出声响 小美颤抖着上前查看 却被小黑一把拽了进去 直接来到另一个世界 此时家人正在为她庆祝生日 弟弟残疾的双腿彻底康复 去世多年的父亲也出现在眼前 小美激动不已 所有恐惧感瞬间消失 可当她准备切蛋糕时 上面却渗出大量鲜血 原来她切的并不是蛋糕 而是在现实世界中 切着自己的手臂 在恶魔不断的蛊惑下 小美沉浸在美好幻境中 无法自拔 蛋糕上流出大量鲜血 现实中被割断手臂的 小美惨叫不止 好在关键时刻 母亲和詹姆斯及时赶到 将小美带回了现实 而此时被恶魔附身的小黑 也彻底觉醒 詹姆斯健壮果断 打出闪电五连兵 这会将马老师的武林匿迹 传输到小黑体内后 才将恶魔彻底驱除 本以为驱魔任务大功告成 没想到詹姆斯却在回家的途中 遇到了恶魔苏拉的真身 此时花姐正在洗脸时 发现脸上沾满了鲜血 可当女儿赶到后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而另一边的小黑再次被附身 就当他准备发起进攻时 母女俩赶紧关闭了房门 还好小帅及时出现 打算将小黑带回住所进行驱魔 没想到刚走到半路 就被詹姆斯拦了下来 他警告小帅 这个恶魔正是撒旦的直系后裔苏拉 他想亲手解决这个恶魔 为死去的儿子报仇 但小帅担心他害死小黑 果断拒绝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早上一对夫妻来到驱魔学院 见到詹姆斯就是一顿丑骂 说他们驱魔是每一个好东西 都是在利用宗教信仰 满足自己的贪婪 原来小帅这些年 一直利用无师的身份进行诈骗 而恶魔正是利用他这种不坚定的信仰 变得越来越猖狂 在村子里大杀四方 就在此时小黑被推出了房间 身上的邪罪被彻底清除 他知道这次小帅肯定又受了不少报酬 因为连自己闪电舞连鞭 都无法清除的恶魔 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驱除 到了晚上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 花姐一家正在闲聊时 电灯突然熄灭 当他准备启动仓库内的发点机时 发现里面的柴油已经耗尽 下一秒手里的没有灯也突然熄灭 当他准备用火柴点灯 恶灵苏拉突然出现在眼前 化作一火黑烟 直接钻进花姐的体内 詹姆斯这边不想背上肥棒的骂民 准备和师父道别后离开村庄 这时他突然听到墙壁后面 传来奇怪的响动 詹姆斯好奇的上前查看 发现小帅正在密室里修炼邪术 原来村里的恶魔 全是他召唤出来的 本想霸占村民土地门生发财 结果詹姆斯却治好了这场村民 为了除掉这个绊脚石 小帅就一手策划了五年前的惨案 詹姆斯入狱后 小帅就开始用邪术谋财害命 师父不想他误入歧途 便试图阻止 结果却被他整成了植物人 就在小帅的阴谋即将得逞时 詹姆斯却突然归来 小帅担心这些恶行被暴露 便怂恿詹姆斯一起狼狈为奸 没想到对方一枪正义不愿同流合污 随即展开了一场决斗 虽然小帅身手敏捷 但詹姆斯得到了马老师的真传 刚进行了两个回合 小帅就领了河饭 就在此时小美突然出现 把母亲被恶魔附身的事告诉了她 詹姆斯听后立刻向家中赶去 此时花姐正准备将小黑活埋 关键时刻詹姆斯及时出现 恶魔见状立刻向她发起猛 詹姆斯一把抓住人 连出驱魔咒 但还是被对方睡 当詹姆斯四处巡途 却被恶魔依照乌鸦坐飞机撞跑在 紧接着恶魔就像狗屁高人 骑在詹姆斯里接 小美见状赶紧上前帮忙 詹姆斯吹恶魔飞神之间 使出浑身卸出再次进行虚拟 随着佛都的诈礼恶魔被彻底清 花姐也恢复了正确 可当詹姆斯跑出小黑后 他早已变成依据冰冷的尸体 而下一秒紧闭的双眼 詹姆斯赶紧上前拉 结果拉出来的却是自己死去的儿子 原来恶魔并没有真正离开 而是附身到了男孩体内 幻化成詹姆斯的儿子不停蛊惑 恶魔见男人不为所动瞬间 但其实的恶魔 已经没了抵抗之力 詹姆斯继续念出驱魔咒语 直接化作一道黑烟彻底潇洒 电影最后 没有了邪祟和小帅的作恶 昏睡不醒的师父不止而喻 小黑残疾的双腿也恢复如初 整个村庄又恢复了原本的繁荣景象 而詹姆斯则骑着心爱的小摩托 开始了骑行之旅